这几年因为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 加上庞大的工作压力 让这个离癌率大大的提高 而传统的化疗必须要待在医院才能够进行 但现在病患有不一样的选择 居家化疗的出现 让患者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进行化疗程序 不但很方便 同时也可以节省医疗资源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癌症治疗已经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 透过化疗抑制或破坏癌细胞生长 是最常见的方法 随着化疗技术的发展 现在的癌症患者不一定要住院 也可以利用居家化疗 护理师先帮病患上基本围教 病患可带着 膝带式化疗书助行回家 注射完后再到临近的诊所或医院拔储 如果能够回家 那当然是最舒服的 也可以让自己在一个 最舒服的环境之下 而且没有医院那种高感染性的环境 所以我们其实目前在有一些 新的一些仪器的进步之下 我们在居家化的 其实目前是标准的啦 不过医生也提醒 虽然居家化疗方便 但却不是适合每个病人 提醒民众要考量自身的状况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疗法 有些病人实际上是比较不适合居家化疗 比如说他做化学治疗 合并有很多的副作用的时候 那我当然觉得说如果在医院的话 在下面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啦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选择居家化疗 院方也大力推广这项疗法 一来可以让患者拥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二来也可以节省医疗资源 把床位让给更需要的病人 联合报黄世航台中报道